初三名歌曲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哈 哈喽大家好我是永乐乐喽 欢迎回来我们的时尚八卦系列 我们的口号是比历史更有趣 比八卦更真实 在上一期里面我们说到了时尚圈的大帅哥 Yves Saint Laurent是怎么样初走迪奥 遇到了自己的知青伴侣Pierre 并且创立起自己的品牌屋的故事 如果还没有看过点小可爱 记得去补一下课哦 本期呢我们就继续来说 Yves-Long Hong這個人的傳奇一生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踴躍地給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幣哦! 各位可以的話,請點個關注,您的支持是我們把節目抓去的最大動力 上回我們已經說到這個故事的四個人物已經提起了 對於這四個人的關係,當時人都很少提及這段往事 然後相關的報導也很少 所以本期會有很多我們以人物的性格為基礎而延伸的一些我們個人的觀點 還是那句老話,如果這些觀點覺得冒犯到你的話,請點贊之後關閉視頻 同時也希望大家在看這一段感情大戲的時候,在彈幕裡面告訴我們你們的看法 上期說到,在Karl Lagerfeld的生日宴上面 驚非昔比的老佛爺就邀請到了Yves和Pierre這一對碧人來到自己的生日晚會上 同時在場的還有接下來的一個主人公,小鮮肉,叫做Jacques 當時37歲的Yves以及40歲的老佛爺都已經躋身在了時尚圈的頂流位置 後來老佛爺回憶起兩人之間的關係 說到我們倆之間沒有仇恨,我們倆之間是兩條平行的線 Yves是幸運的,她被命運推向了Dior 而我剛開始在Pierre Boman手下需要從最基本的手繪做起 這是Yves在Dior不會做的 老佛爺真是表裡表氣,名怼暗損第一名 這句話明面裡面說Yves Saint Laurent幸運,實則是誇自己有實力 不需要這些機遇也靠著自己的本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但是現在看來兩個人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道路 是的 在Yves Saint Laurent成立自己同名品牌屋的時候 Karl Lagerfeld則是在不同的品牌屋作為獨立的設計師給人家工作 而在設計風格上,Yves和Karl也是屬於兩個不同的風格 Yves喜歡從男裝中尋找靈感 讓穿著她衣服的女性變成一把鋒利的劍,性感的刀 大家看到吸煙妝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代表 而Karl則喜歡把女性的衣服變得輕薄,變得柔軟 讓女性成為溫柔的水,飄渺的煙 兩人價值觀的不同和設計理念的不同 讓兩個人也漸行漸遠,成為塑料姐妹點贊之交 再說到Yves Saint Laurent以及Pierre這邊 他們兩個一起合作的這個生意,蒸蒸日上 而且作為第一隊在時尚圈公開出櫃的同性伴侶 他們一直是平權的榜樣,也一直被業內的人稱為模範夫妻 但是張艾琳曾經說過,生命是一席華美的袍,爬滿了獅子 聚光燈之外,誰的生活又不是一雞雞毛呢? 我們兩個人都是和別人一起開過公司的人 你知道,兩個人開公司就很容易產生矛盾 對於Pierre來說,聖羅蘭這種敏感脆弱,自視甚高 自理能力為零的人一起開公司,簡直就像開起了Hard模式 Pierre說自己是實業家,其實一開始對時尚並不是特別懂 而Yves是除了談戀愛和設計之外,什麼事都不知道的人 他負責貌美如花,Pierre負責賺錢養家 兩個人之間可以算是互補 也可以說兩個人之間有很多無法逾越的鴻溝 上次說到Yves Saint Laurent的手段高明 把Pierre從Bernard身邊搶走了 並且把自己的夢想強行PUA成我們的夢想 Pierre四處籌錢給Yves開了自己的同名品牌屋 Yves Saint Laurent無疑是成功的 但是他也要承擔相應的代價 那就是一刻不停地為自己的同名品牌屋,高頻地創造出設計 知道,為別人打工,你不開心了 大不了就拍拍屁股走人,我辭職我不幹了 但是你給自己打工可能就是一輩子的事了 是的 對於Pierre來說,他心裡是這麼想的 一開始是你拉我怒居 那為了成就我們的夢想 你Yves Saint Laurent作為一個設計師 是不是也應該跟上我努力的步伐呢? 於是我們之前說到的,PL,POA,Yves的時候到了 嗯,搓搓手 他基本是掌握著Yves的一切 連怎麼接受採訪,該怎麼說話,他都在控制Yves 一切對工的言行必須對這個公司從來形象有利 自由不是你想幹什麼你就能幹什麼 而是說你不想幹什麼的時候你可以不幹什麼 所以慢慢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就變得微妙起來 Yves一方面需要Pierre的支持和保護 一方面它又被Pierre所控制 覺得非常壓抑和不自由,希望逃離Pierre的控制 聖羅蘭他被自己的品牌屋所成就 但是同時也被自己的品牌屋所限制了自由 這對一生追求極致自由的聖羅蘭來說 無疑是一個枷鎖 那這樣一種佩戴著枷鎖的痛苦 他又可以和誰說呢? 於是他開始成名於酒精和藥物 流連於煙花柳巷,尋找片刻的快樂 那我們來看Pierre這邊 他也是一個了男的境地 他不斷地在自己的商業野心 以及私人感情當中找一個平衡 一方面他在包容和保護聖羅蘭 另一方面他其實也是在默默地忍耐聖羅蘭的性格 看似加死駱駝的是最後一根稻草 但是你要知道在這根稻草出現之前 駱駝忍受了多少的壓力 終於這根稻草就出現了 他的名字叫做Jacques de Bachel 這個小先生我們在上一期就說過 他靠著老佛爺周旋於名利場之中 他追求著最極致的快樂 無論貧富,無論年齡,無論男女 從警察到牧師,從演員到運動員 都是他的玩物 有人這樣形容他 Sex as a tool for gaining power, conquest was the real purpose 就是說 Sex是一個他獲得權利的途徑 征服才是他最終的目的 我們之前說70年代到80年代 是人類歷史上最wild and free的年代 為什麼呢?因為當時艾滋尚未出現 性解放運動高漲,二加後抗生素的使用 使性傳播疾病不再成為困擾 所以當時的人他們只是不知道 自己這種行為會帶來什麼後果而已 所以就肆無忌憚 據Yves Saint Laurent的一個朋友後來回憶說 At that time, everyone was sleeping with everyone else more than once a night 這裡我們就不翻譯了 因為沒有超剛的詞彙 單詞是不超剛,內容好像有點超剛 你好壞哦,我好喜歡 當人物集齊,矛盾暗潮湧動 那天晚上究竟是誰打響的第一槍呢? 相比於對自己wufuck說的 熱衝於循花萬流的新三板新貴 Yves Saint Laurent 顯然更能激起Jacques作為一個征服欲狂魔的野心 於是那天晚上,當Jacques知道 聖龍蘭將會出席這次晚宴的時候 他早早做好了準備 他穿上了聖龍蘭曾經穿上的衣服,出席了晚宴 你怎麼穿上品嚕的衣服啊? 這個操作真的騷出天際 不要說像明星撞山都還會成為媒體的焦點 就算是我們普通人 在路上看到有一個路人跟我們背了同款包 或者穿了同樣的衣服 是不是都要多看兩眼? 看看是不是假的 而當一個像Jacques這樣的美少年 穿著和你一樣的同化 就算一開始你不會動心 但一定會挑起你的好奇心 那一旦好奇心被挑起了呢 潘多拉的盒子也就隨之而開了 對,此時受過了PL控制的衣服 為了證明自己風運猶存,飽刀未老 於是就和Jacques一來而去的勾搭上了 這衣服在路上真的 他怎麼那麼愛吵別人的男朋友啊? 他可能就喜歡那種二手vintage 有迷人的包裝 你知道嗎? 把玩 把玩 你喜歡怕他 怕他 怕他 後面的發展 對於天天模擬 夜夜實戰的Jacques來說 簡直就是水到渠成 就像Jacques的名言 哪裏有什麼天才 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功夫 都用在了談戀愛上 姐妹們學到了嗎? 你好騷啊 一個人被另外一個人吸引 要麼是這個人身上有自己沒有的東西 比如Jacques之於老佛爺 要麼是這個人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比如Jacques之於聖羅蘭 而Jacques身上的那種青春,那種無味 就是聖羅蘭必勝所追求的 我們可以從聖羅蘭的設計中看到他對年輕 對欲望、對自由、對危險的極致追求 兩個人勾搭上之後 老司機上他就帶著Yves Saint Laurent做了很多不肯描述的事情 兩個人一同參加了人體奧秘探討小組 選修了魔藥課 並且克服一切困難 一起探討哲學 探討哲學 他倆業以忌日的刻苦學習 很快就引起了Pierre和老佛爺Cow的注意 Pierre說 以前有沒有見聖羅蘭看個書 現在怎麼天天吵著要補課 還揚言腳踩清華、劍直北大 老佛爺這邊也覺得不雷勤 Jacques怎麼老齊合一般學霸聖羅蘭呢? 上一期我們說過 老佛爺他對Jacques的愛 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愛 只看不上手 後來採訪他 他也解釋說為什麼自己只看不上手 他是這個樣子說到的 大家都不相信我不和Jacques做愛做的事情 但確實就是這樣 一切需要體力的運動我都不喜歡 這裡的運動也包括床上的運動 對Jacques和Yves 老佛爺裝作毫不在意 以至於小包編輯都懷疑Jacques 可能是老佛爺開去的商業間諜 為了搞垮衣服的公司和身體 老佛爺表面上什麼都不說 表現得雲淡風情 心裡卻想信順的 我沒你好看 我命沒有你好 我不能掌握生命的深度 我還不能掌握生命的長度嗎? 於是老佛爺的生活更加的自律 工作更加的賣力 這真的不是我們亂說 處在名利場中心的老佛爺 每當他去參加派對的時候 從不喝醉 他享受派對 但是不沉迷於派對 一句話就是放鬆 但是不放縱 此時老佛爺什麼都不說 那這部戲裡面的另外一個人 Pierre又是什麼樣的? Pierre這邊也發現 聖羅蘭不對勁 於是就追問他說 說好的我們的夢想呢? 聖羅蘭當時這樣回答他 我愛他 我痴迷於他的身體 但是你是我的畢生之愛 Pierre有聽到這句話 當場實話 其實在這個四個人的遊戲當中 我個人覺得 Pierre作為年紀最大的選手 她的內心是最自卑的 或者說她對於聖羅蘭的愛是最卑微的 Yves Saint Laurent以及她的前人Bernard 吸引Pierre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Yves和Bernard身上都有 她所不具有的那種藝術的才氣 她就是被他們的才華所吸引的 另外一方面 她覺得自己其實是配不上Yves Saint Laurent的 所以對她無畏不知的照顧當中 都透露著一些小卑微 在電影當中 當Yves Saint Laurent在誇獎小鮮肉的身材 Bernard的時候 Pierre臉上流露出了一絲無奈和落寞的神情 和Yves Saint Laurent相比起來 不那麼迷人的外表 其實也是Pierre心中那一塊不能言說的通 如果大家不同意 可以當著你男朋友的面 夸你男朋友的朋友身材太棒 可以試一下男朋友是什麼反應 太刺激了 我真忍不住要再美她呀 暴斃 時間來到1976年 盛龍南一度因為小組學習過於投入 過於刻苦 學業繁忙 身體和精神都異常的虛弱 虛弱到沒有Pierre幫忙 她甚至無法去寫支票訂酒店 Pierre一看就不行啊 這樣下去公司要完啊 老子可能把房子賣了 全部身家都投入到公司裡了 我拿300億出來跟你玩 你當我是空氣呀 GIG泡一條魚 我現在就打他回來 鮑魚頭湯 她直接帶刀殺到了 Rock家 威脅Rock 不許你一起再學習了 如果他們倆還交往的話 就會 Rock一聽 嚇唬我是吧 我浪女小白條 弄多年也不是白混的 我最討厭被人威脅了 於是她就跟Pierre說 好的 我不會再跟她聯繫了 之後 Rock就把Yves拉黑了 又不回電話 又不回微信 差點把渴求知識的Yves 給逼瘋了 扎瀾 Pierre威脅Rock的這個舉動 顯而易見 會讓Pierre和Yves Saint Laurent的關係 就是越發的緊張 Yves Saint Laurent越發的反感 Pierre對自己在各個方面的操控 由此越發的沉迷於酒精和毒品 對,不能學習 那只能訴求於酒精和毒品 另外一方面 自己因為太過虛弱 所以在生活的各個方面 都不得不依靠Pierre 所以就是一個相愛相殺的關係 是的 此時 Pierre和Yves分開分居 因為他倆沒有結婚 所以他們倆也不能說是離婚 兩人從此以後只是世界上的夥伴 但是我後來看紀錄片 Pierre說 他跟Yves Saint Laurent兩人搬得最遠的距離 就是一個在街頭一個在街尾 還是可以看出他還是很愛Yves 我個人覺得說他愛Yves 既對也不對 在兩個人後期的關係中 Pierre對於整個品牌屋的責任 是大過對Yves愛的 我個人覺得 相比於Yves的極度感性 Pierre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 對 他必須讓這個品牌生存發展下去 所以他一方面要在螢幕前 打造自己這種深情的形象 一方面也要照顧Yves的形象 他不能把Yves的破事全抖出去 所以對品牌是沒有任何的好處的 那在這裡要請問一下 洛洛先生 你為什麼要把Yves Saint Laurent 這些仇事都抖出去 因為要還歷史一個真相 聖羅蘭的爸爸們 雖然洛洛是感性的 但是我是理智的 畫清竊線 這邊是聚廣區 這邊是掐飯區 因為我也比較喜歡 成熟理劇的人 所以畫我點到為止就好了 也不再過多的據CPL 營造了這種盛情的公眾形象 畫你也是那種 會被自己沒有的特質 所吸引的那種人 你不是嗎 你們不是嗎 1977年 聖羅蘭發佈了 《希露瓦斯》和《鴉片香水》 當時遭到了很多華人的反對 覺得是醜化華人形象 《鴉片香水》 讓華人想起了那段屈辱的歷史 涉嫌辱華 但其實Yves還挺喜歡亞洲文化的 你可以看到他對亞洲文化痴迷 他買了佛像放在自己家裡 但是說實話很多大師就算他喜歡亞洲文化 但因為從根源上都不了解 做出來的作品多少還是會有失偏頗 1978年為了拯救下滑的業績 然後更多的能割韭菜 那聖羅蘭這個品牌就決定做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呢 討點來了 把畫筒遞給你們 Yves Saint Laurent就發佈了自己的化妝品系列 但是現在YSL的美妝線 都已經全數賣給了歐萊雅爸爸 所以我們在這裡說 Yves Saint Laurent的壞話並不影響我們接 YSL美妝的廣告 80年代末,艾滋病出現了 像幽靈一般冷罩著那群曾經wild and free的人 整個世界變了 人們不再追尋那些毫無節制的生活方式 Yves Saint Laurent一直在斷斷續續的戒毒 精神狀態也是時好時壞 說實話在那段時間 基本都是Pierre在全程打理整個公司的事務 曾經輝煌的閃耀這金色的YSL logo 似乎也慢慢暗淡了下來 然後他跟老婆基本上也再無交集了 不讓你看我的朋友圈 1984年 曾經的浪里小白條Jacques 就發現感染了HIV 就是艾滋了 那他真的玩得很野 因為1982年兩年前再提出了艾滋這個概念 因為當時醫療條件的所限 無法對艾滋進行治療 就在發現感染HIV的五年後 年僅38歲的Jacques就死在醫院裡 在最後醫院的日子裡 Carle就支了一張小床 就陪在了Jacques的病床旁邊 你能想像當時已經50歲 在時尚圈裡面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時尚大帝 在醫院小小的折疊床上無助的痛哭嗎? 淚悟 有點心疼 後來在1998年 也就是Jacques去世的10周年後 老婆爺還發佈了一款香水 叫Jacques來紀念他一位鼻聲致癌 哇哦 感動 Carle Rockefeller不輕易動情 但是一旦動情了 那就是深情 如果說Pierre和Yves Saint Laurent 兩個人的愛是互相利用 互相成就 那老佛爺對Jacques的愛 就是純粹的愛 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愛 我們之前不是亂說 老佛爺真的是一個 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我真的越發地好奇 Jacques到底有什麼樣的魔力 可以讓老佛爺這樣一個 在時尚圈看慣了美女帥哥的人 如此心動 上一期我們把Jacques的照片貼出來 很多消費觀眾說 幹得不到他的妹妹 但我想說人不是為照片而生的 一個活人的風情 他是要通過運動 或者說談吐 或者交談來發現的 所以一張照片 可能無法完全地體現他的魅力 這裡給大家插播另外一個八卦 Jacques的表哥 叫Jacques 他是著名設計師 Canzel的高田賢三的男朋友 據Canzel自己後來的回憶 Jacques也是非常的會聊 非常的野 曾經驅車30分鐘 在Canzel去看范爾賽宮的落日 這家人真的是絕了 1985年 Pierre給Yves Saint Laurent 舉辦了一個工作25周年的巡迴展覽 他們去了美國 去了俄羅斯 還去了中國 原因 官方說是為了宣傳Yves Saint Laurent的文化設計 其實主要的就是想要拯救一下夏華的業績 發覺嚇除歐洲之外的市場 那就是割韭菜環球之旅 是的 而此時老佛爺已經入駐了香奈兒兩年 再次隔空嘲諷Yves Saint Laurent 她說 如果要說展覽 我比Yves早就有作品展覽了 無論在Fendi還是Canzel 我們都有Archive 我不喜歡看我之前的設計 我永遠在往前看 Hunting something new 老佛爺是個嘴炮打的 直白眼就是好漢不提桑年用 但是諷刺的是 在香奈兒女士生前還活著的時候 她覺得Yves Saint Laurent是唯一一個繼承了她解放女性意志的人 但是老佛爺也繼承了她的毒舌 呵呵呵呵 而此後 Yves Saint Laurent這個品牌的命運也不是特別好 Yves狀態的不穩定 導致品牌業績的一度下滑 在2002年 Yves終於宣佈退休 六年後 一代傳奇設計師 Yves死於腦癌 她的道理上 時尚界演藝界的明星大咖雲集 唯獨缺少了Carol的身影 說不定老佛爺雖然表面上雲淡風輕 心裡還是放不下 是的 還沒有放下 那如果你是老佛爺你會去嗎 我當然去了 你去幹嘛 我去唱其他舞好嗎 猜她本想本滴 2000年以後 老佛爺是更加的意氣風發 帶領著Sanel的時尚圈一路狂奔 是的 寫這些文案的時候 我真的思考了很久 我們把這個 陳峰半個世紀的故事再挖出來 我在想這場比賽中到底是誰贏了 是少年成名 自憶生活的Yves 還是說大棋完全極度自立的Carol贏了 但是寫完了這篇文案以後 我忽然覺得 當我們的對手是時間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是贏家 當當年的愛人 仇人 都隨著時間消失的時候 一個人作為時尚圈的凱撒大帝 在午夜夢回的時候 當年的那些羡慕嫉妒恨 會不會都變成了現在的空虛寂寞冷呢 好了 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就是這樣 Yves死亡的坑 我們也終於給大家填完了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你覺得本期節目的內容 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就請不要吝嗇給我們 點贊、轉發、收藏、投幣哦 那下期我們將會迎來 另外一個狗血的家族的八卦室 大眾望所貴 那是哪個家族呢 是哪一個呢 沒有關注的小夥伴 請不要錯過 點個關注哦 特別關注也是很有必要的哦 好的 那我們下期八卦再見 拜拜